4月19日 博鳌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 華商領袖與華人智庫圓桌會議在海南博鳌召開 會議由國務院僑屋辦公室主辦 今年圓桌會議主題為 坚定信心 共享機遇 共同發展 共有來自11個國家和地區的29位華商代表 及智庫專家出席會議 圍繞全球治理中的中國智慧與華僑華人角色 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與促進民心相通 中華文化走出去 與中西文明交流互建 合力共建海南自貿港等分議題進行研討交流 國務院僑屋辦公室主任潘岳出席圓桌會議並講話 他指出 當前全球僑胞特別是廣大華商 面臨著新形勢 新困難 亦面臨諸多機遇 最大的機遇就是中國已開啟十四五規劃 以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篇章 潘岳表示 華商應當緊扣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創造機遇 共享收穫 應當助推中西文明交流互建 中華文明根性是和平 包容和開放 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都是兼收並蓄相得益彰的 潘岳說 一直以來 國務院僑屋辦公室都是海外僑胞和龜橋僑郡的貼心人 國僑辦將更加創新手段 更加優化服務 提升品牌效能 提升服務水平 拓展服務領域 更加積極主動聽取僑商意見建議 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毅為主持 許容茂 陳江和 蔡冠生 林玉堂等25位華商領袖 以及王毅為 翟坤等4位智庫專家與會